我是大熊 欢迎收看这儿不是剧透 这是非洲门主角兄妹 你解释了我不是药神亲们 我发现这两年这个电影名 我不是系列挺火呀 那前面有我不是潘金莲 只有来一个我不是药神 但是你见多四光的四兄哥 早已看透了一切 在这个我不是领域当中 他才是鼻祖 我不是黄龙 我不会武功 我只要准备的完美的爱情 咋样吧 哥们我是不是帮宝们 找到了一点童年的记忆 那行啊 别的我也不多扯了 咱们还是继续说说 这个我不是药神的电影吧 当然了 大家伙可不要了 点击前后左右 那个加减称中号 订阅一下 师兄哥 起码 话说这个电影 有两个监制 宁浩跟徐诚 这两个人在一起 就好像那个电风 跟不经云一样 绝对是一加一大约二 两个人第一次合作 是2006年的疯狂石头 这个电影 平变着比那个芝麻烈 还小的成本 却换回了比西瓜 还大的回报 不光是一个转的盆满钵满 所有的演职人员的才华 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那宁浩和徐诚两个人 一看这个形式 比那个中国队赢球的形式 还好 我果断的升级了 推出了2.0版疯狂的赛车 虽然说比较之前的一部 是有那么逊色一丢丢 但是绝对是360度 托马斯大回旋 无死角的 国产良心剧了 这两个人一看 整部喜剧 拍一个是火一个 再拍就没朋友了 就这么的 转头拍了一个西部犯罪片 无人曲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就这一转型 就好像那个雅谷兽 进化成一个暴龙兽一样 当年华语电影圈里 炸了一个平地生大马雷 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经验 让宁浩和徐诚两个人的段位 再次晋级了 从璀璨钻石 一跃成为最强王者了 但是吧 就算你比舒马赫都稳的呢 老司机 你也得有翻车的时候吧 他俩在2014年 共同制作的电影 心花怒放 第一次啊 出现了批评的声音 虽然说这个指责的声音不多 可是就好像这个变奏交响曲的演奏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首农业重金属版的小苹果 对于宁浩跟徐诚这种骄傲又财怀来说 实在有点受不了 于是乎两个人再度和李强势归来 这个即将上映的我不是要神 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只不过呢 真影叫做陆勇 到了电影里变成了承勇了 从这个预告片来看 绝对是一部让你能笑出讹声的小人物喜剧片 就说这个承勇呢 原来是一个穷的那个裤衩都能当口罩的小伙 平时里做点保健品的小马 为了进货就远赴于印度了 那印度大伙都知道 除了神剧 还有啥神影呗呗 本来吧 想整点回家 但这承勇却发现了一种格列宁的药物 能治这个白血病 而且这个售价和那种正规治疗白血病的药物的价格比起来 就好比这个郭敬明跟姚冰的身高 为了赚钱 承勇就从印度带回了很多这种药物来卖给这个白血病人 因为疗秀跟价格都高 就受到了追捧 那但凡是脑子里装的不是脚损的都知道 这个时候必须得扩大规模的 暗狠的赚一笔啊 于是承勇就找了一个病人头子 让他成为了这个广播喇叭 让他在病友群里扩散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吧 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投机打法 那我们警察叔叔能让你好吗 就开始到处抓这个承勇 可承勇呢 虽然说这个经营手续 那不齐全 他还没有那个微伤合格的 但是人家确实是实打实的给病人带去绑住了 带去好处了 在这些个病人联合请愿下 也把这个承勇重新处理了 也正是因为他的处现使得抗白血病的药物这个价格 好好往下降啊 让更多的病人能接受到治疗的机会 所以承勇虽然是个小人物 但却是个视景英雄 虽然说电影还没上映呢 但是你承勇哥这个五星好评已经准备好了 无论是电影的题材还是演员的表现 那你在这个电影里要能掏出脑病来 真是比这个范冰冰脸上找个青春痘都费地 虽然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幻想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 但是哥们都觉得吧 英雄不一定就是那种拯救地球 轰轰烈烈啥的 只要你是问心无愧于自己的每一个选择 只要你是光明磊落的面对你的每一次行动 那你就是英雄 那啥英雄呢 我得解除我完事了 好的亲们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 回这个阶段下的怒求留言 在我慢我都问 你们支持别喜欢 你们就好大事就我个心疼的 欢迎定居住的节目 咱们下期见 感觉忙活动 我得再见 我们 我们下期见